启动PowerPoint并设定范本新增投影片 来,PowerPoint丁选在工作里,从这里点起来 那因为上课的关系,我们建议大家使用这个范本点起来 那这个范本它有四个设计,你可以选不同设计 如果确定完,就点这里建立起来就好了 接下来呢,在常用标签 这边可以2,3,点一下就一个 那如果你点这里,就可以挑不同版型哦 譬如说,我这边想放两个图片一起,可以使用这个 那其实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做简报最好呢,直接用这个就好了 来,我们现在点这个给你看一下,点这里哦 这个是什么,它的专业术语叫做标题投影片 如果我点这里呢,这个这个,有红色框框表示说 它被选到了,它的专业术语叫做标题及物件 我这边想告诉你,其实做简报的时候,其他这边都建议可以都不要选 就这个跟这个就好了,这个是第一页 这个是第二页,应该说其他都用这一页 那等一下再跟你讲原因,来,所以呢 点这里是直接加,如果点这里是让你选 来,我现在点在这里 5页就这样做过来,这个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来 等一下我们再跟你讲原因,来再跟你讲一遍哦 从版面配置那边看到 如果我现在再加一页 从这里加,假设我加的是两项物件 好,现在这个地方 你从这里才告诉你,有没有看到这边颜色特别不同 它叫两项物件,我现在点在这里呢,它叫做什么,标题及物件 那第一页就叫做标题投影片 我再跟你讲一遍哦,做简报来讲 其实如果比较省,请你用这两个就好,其他都不要用 那老师我要放两个图,这里要放几个图都可以 不需要用它,等一下再跟你讲原因 那先做这个,那这个是两项物件哦 点起来就这样,两项物件 我先把它删,按delete删掉